今天给大家介绍 海盗世界传奇人物 史上最成功的海盗 正义嫂 当我们想到海盗时 我们会想到那些到处强掠的罪犯 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现实世界中的 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我们的想象力 但是那些显为人知的女海盗 也许比她们的男海盗更称奇 可以说其中最称奇的 和最引人注目的正义嫂 中国海的霸主 她的事迹令世界惊奇 她的庞大的舰队令全球海盗相形见处 尽管在加勒比海盗描述 并不是十分突出正义嫂 于1775年出生 原名石阳 乳名香菇 又名青石 是1801年至1810年 活跃在中国南海的中国海盗头目 是淡佳人 是于淡妹 在花船做性工作者 她皮肤有黑但天生丽质 花船是妓院场所 客人在做事之前 会欣赏到戏曲表演 淡佳人长期被视作建民 被禁止上岸 也禁止与路上居民通婚 更谈不上受教育 明清以来淡民社群的主要特征 除建民身份地位和水居生活外 还有一点是宗族化比较淡化 淡民社会未有儒家所谓礼教或刚常的约束 也没有明显的宗族界限 男女交往及婚姻也叫自由 有兄长死了 他弟弟同嫂嫂结婚和公公娶儿婚姻习俗 旧时广州一带的淡民 水上生活主要以捕鱼 捞险为业 也有在河永和两岸之间 称横水渡渡人 或挂靠内河运输公司 还有一条谋生路是操持皮肉生意 但却是淡家妇女受生活所迫 不得已知事 被称为于淡妹 时是其事性语言 是市井称虎 时是不厚道的市井称虎 在1801年 郑义嫂与著名的海盗郑义结婚 关于他们的婚姻 她与第一任丈夫郑义结婚 但可以肯定的是 通过武力胁迫后和谈判后 她在1801年26岁时 成为这位已经很强大的海盗船长的妻子 郑义嫂一向精明 具有商业头脑 在她的婚姻中达成了一项协议 她将在丈夫的一切方面拥有真正的平等 包括她丈夫的商业交易 极占利品 这意味着她获得了所有收益 权利和决策权的50% 对于一个年轻的的妓怨性工作者 可见她是一位足智多谋 出类拔萃之女 郑义是郑成功的后代 郑义来自一个著名的海盗家族 其根源可追溯到明朝 她有一个养子张宝 但家人在1798年被郑义绑下 当时年仅15岁张宝兹原为江门诞家子 广东沿海的渔民 生于1786年 她的大名因为张宝 只是广东人习惯把兹放在南京名字后面 以示亲密 甚至邦内有传言 称张年少色美 正义弊 宠幸 之 意思为张宝是正义男妾 1802年2月 他们结婚一年后 正义的表弟正齐在越南和中国边境的江平镇 现在的东兴附近 被阮籍军队抓获并处决 1802年7月20日 阮经天结束了泰山王朝 正义迅速接管了正齐的船队 并与其他援受泰山庇护的中国海盗 一起驶回中国海岸 随后 广东沿海的海盗们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内讧 但在正义嫂的帮助下 正义嫂是一个有能力的整合者和组织者 她于1805年7月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海盗们联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联盟 每个海盗头目都同意为大局牺牲自己的一些自主权 该联盟由六支舰队组成 以其旗帜的颜色命名红、黑、蓝、白、黄、紫 正义指挥着联盟中最大的舰队 红旗舰队升任领导职务 夫妻俩总共指挥了1200艘船和5万至7万名船员 试着想象一艘船 即使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规模 不难看出为什么正式家族几乎无人反对地统治着中国的海洋 1804年 正式家族发动了一场强权行动 他们组织封锁了葡萄牙在澳门的贸易港口 葡萄牙迅速采取行动自卫 但他们很容易被击败 英国像往常一样决定嗤之以鼻 但即使是这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敢忽视这帮海盗 相反 他们为该地区的所有盟军船只提供护航通道 1807年丈夫去世后 他在比他小11岁丈夫的杨子张宝的支持下 控制了他的海盗联盟 并与张宝建立了关系 据传言他与杨子正义早已睡到一起了 后来结婚 作为广东海盗联盟的非正式指挥官 他的舰队在1805年由400艘军舰和4万至6万名海盗组成 他的船只与几个大国发生了冲突 如东印度公司 葡萄牙帝国和清朝 1808年 赛政一嫂掌权一年后 海盗联盟变得更加活跃 9月 张宝先是引诱然后伏击了虎门邻国梁 并在马州岛 位于现在的深圳保安区东部 附近摧毁了他的35艘船队 一个月后的10月 张宝在虎门镇以东的威远岛附近击败了林发 这两次交战使中国的广东省级舰队减少了一半 并为海盗进入珠江扫清了道路 在1809年施政一嫂指挥的海盗联盟的多事之秋 3月 提督孙全眸率领手下约100艘船在大湾山岛附近与一小队海盗交战 海盗们向郑一嫂求援 战斗开始前 郑一嫂指挥红旗舰队和白旗舰队 并命令张宝带着大约10艘船从正面作战 张宝的副首香山二和萧布敖从侧面包抄孙全眸的船队 而白旗舰队的首领梁宝则从后方切断孙的退路 在战斗中 郑一嫂率领红旗和白旗舰队的大部分冲锋陷阵 击溃了孙全眸 在7月21日 清朝海军在现在的珠海金湾区附近的一次交战中 杀死了梁宝并摧毁了他的白旗舰队 给海盗联盟带来了重大打击 梁的死亡和白旗舰队的毁灭并没有吓到郑一嫂 1809年8月 他下令进行大规模突袭 张宝将率领红旗舰队突袭东莞一带 郭伯达将率领黑旗舰队突袭顺德一带 而郑一嫂将率领他的私人舰队突袭新会一带 郭伯达在珠江沿岸的众多水道中进行了六州的血腥突袭 最终造成约一万人死亡 9月初 张宝彻底摧毁了离虎门不远的一个大镇 杀死了两千名居民 众多的村庄 定居点和城镇成为猖獗的海盗的受害者 在9月27日 郑一嫂亲自指挥五百艘船在潭州附近停泊 29日 郑一嫂命令张宝突袭上游的沙亭镇 在那里俘虏了约400名平民 10月2日 郑一嫂命令郭伯达在激公时附近抛锚 估计是在三雄旗附近 两天后 他袭击了三雄旗 到10月下旬 广东省舰队恢复了实力 并在孙权谋的指挥下准备行动 但在10月21日晚在沙湾镇附近再次被张宝击败 郑一嫂管理舰队友方 下面这些条款当时的文书记载 一 私逃上岸者 为之反观 捉鬼插尔 行尸各传 便由后 立杀 一 凡抢夺货物 不得私留 村旅必进出重点月 以二分归强者 以八分归库 归库后未知公项 有私窃公项者 立杀 一 到村落掳掠妇女 下船后 一概不许侮辱 寻集驻步 隔仓分驻 有犯强奸 私合者 立杀 张宝为红旗舰队的海盗制定的三套规则经常被误认为是正义扫的 这些守则是 如果任何海盗私自上岸 它将被抓走 耳朵被割掉 它将在舰队中被游街示众 并被处决 偷来的和抢来的货物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私自拿走 都要登记 海盗在十分中只得到两份 八份属于仓库 称为总基金 那些从总基金中偷取任何东西的人将被处决 从村子里抓来的妇女不应受到伤害或骚扰 所有被俘的妇女都要登记 记录她们的籍贯 并给予单独的住所 强奸或与女俘虏通奸者应被处决 虽然守则被误传的事实已经确定 但其他资料列出了可能是由正义扫发布的其他守则 现编译如下 任何被发现自行发号施令或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人都将被立即斩首 盗用国库或公款 以及偷窃向海盗提供物资的村民 都是死罪 在检查之前 任何海盗都不能保留任何货物 货物必须进行登记 然后由船队负责人分配 20%的战利品要返还给原来的俘虏 其余的放在一个联合库房或仓库里 货币要交给中队队长 一部分交给舰队 另一部分还给俘虏 这些条款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争议扫断定 如此严格的约束 会造就一股功则勇猛 防则顽强 即便未处劣势也会死拼到底的力量 事实的确如此 在正义扫的带领下 训练有素 纪律严明的红旗帮迅速壮大 全胜时期拥有大船八百多艘 小舟一千多只 道众一度多达十万 专节官船 梁船及洋船 收各种名目的保护费 同时也保护了给舰队供给人的利益 由于条文清晰 这些海盗们过的是有归有矩的非法生活 而红旗帮也可以说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盗集团 据英国学者康什坦的海盗史记载 红旗帮舰队的规模和素质在那时候堪称世界第一 别说清朝水师了 大英海军 北欧海盗都不能与之争锋 民间有评价 说郑一嫂创建的海盗王国 就是当时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亚洲最大的障碍 前面有提到郑一嫂的军事能力很出色 史书上写着林泽徐氏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但对于闭关锁国的大清来说 长期生活在海上 跟洋人打交道的海盗政一嫂显然更有发言权 他对西方世界研制的新式武器非常敏感 很早就意识到了洋火器的精良 红旗帮统领的大联盟上下使的都是洋货色 一次 跟英国战船交火后 他留意到对方发射过来的弹头很不一样 几番周折才打听到 英国人已经用上了最新的24磅炮弹 几个月后 他的舰队便装备了此种新式大炮 当一支最强悍的军队拥有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那打遍海上无敌手的海盗时也就开始了 在郑益嫂的领导下 洪旗帮不仅屡败前来围剿的清军水师 还取得了重创扑澳舰队 其中有美国雇佣兵 把澳门围困得挤进断梁的辉煌战绩 看到英国舰船在广州内河横冲直闯 郑益嫂还直接俘获了一艘英舰 斩杀数十英国士兵 令英军震惊 虎门之战 在绝望中 中国官员重新关注外国野蛮人 希望获得援助以对抗郑益嫂和海盗联盟 当时控制澳门的葡萄牙帝国同意提供帮助 -1809年9月5日 郑益嫂俘获了安东尼奥 伯特略 霍曼 葡萄牙东地问总督的双围船 而葡萄牙人急于得到报酬 在1809年11月初 郑益嫂突然离开珠江 只带了几艘船 停泊在大宇山北部的东永湾进行维修 11月4日 葡萄牙人派出三艘船和一艘双围船在大宇山骚扰郑益嫂 她立即向张宝领导的红旗舰队求援 5日 张宝到达东永湾 看到葡萄牙人已不在那里 决定将她的船只停泊下来进行维修和保养 然而 8日 6艘葡萄牙船只 一艘 护卫舰 5艘双围船 在一名炮兵上尉的指挥下 在东永湾内封锁了郑益荣和张宝 20日 在孙权牟的指挥下 该省舰队的93艘船加入了葡萄牙人的封锁行动 海盗们多次试图反击并打破封锁 但由于风向不力 没有成功 23日 海盗们成功俘获了该省舰队的一艘船 并杀死了船上的74人 情况变成了海盗和中仆联合舰队之间的僵局 由于缺乏进展 孙权牟将她的43艘船改装成火船 并于28日将它们飘向东永湾的海盗们 海盗们将火船改到 拖上岸来 熄灭了火堆 并将它们拆成了柴火 这时 风向发生了变化 其中两艘火船被吹毁了省城舰队 并引燃了孙孙全眸的两艘船 29日 张宝和郑一嫂充分利用风势 牵炮其轰冲破封锁 逃入中国南海 省府舰队损失了三艘船和至少74人 而海盗则损失了40人 没有船只 向清朝当局投降 1810年 海盗联盟宣告结束 关于海盗们投降的动机 消息来源不一 到了1810年初 海盗们开始意识到 他们的地位很高 可以通过谈判向广东政府投降 而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惩罚或赔偿 广东急于结束海盗的祸害 所以准备用权力的合法化来换取他们的招降 另一种观点认为 到了1809年底 形势对郑一荣和海盗联盟不利 黑旗舰队的首领郭伯达在东永湾战役中拒绝增援郑一荣和张宝 后来又在虎门附近公开与张宝交战 1810年1月13日 郭伯达正式向梁广总督百灵投降 并被赏赐为拔总 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也正式加入了这场战斗 1809年9月15日 英国末秋利号同意加入60艘省级军舰 在珠江内航道上巡逻 11月23日 葡萄牙人正式与百灵签署协议 要求6艘葡萄牙船加入中国省级舰队 在虎门和澳门之间巡逻6个月 梁广总督张百灵的民兵训练和禁运政策在切断海盗的补给线方面也取得了合理的成功 但正是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 再加上海盗联盟的组织局限性 即由郑益嫂 张宝和郭伯达等几个有魅力的领导人支撑起来 导致郑益嫂在1810年初考虑向当局投降 在澳门的地方官的调解下 郑益嫂 张宝和百灵于1810年2月21日在张宝的旗舰上正式会面 当百灵拒绝了郑益荣和张宝提出的保留5000名部下和80艘船已进入炎业贸易并加入越西反海盗行动的要求时 谈判很快破裂 末了 十艘英国印船驶过海盗船队 惊动了张宝 张宝怀疑是陷阱 迅速撤退 4月17日 郑益嫂想打破僵局 亲自率领一个由17名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广州衙门 与百灵谈判 百灵居服于她的要求 郑益嫂坚持应该保留一对帆船 不过目的不是用于打仗 而是用于食盐贩卖 对于百灵的所有其他提议 她一概默然处置 直到最后百灵居服于她的要求为止 清朝的昭安条件虽说很宽 但有一条是不能免的 就是昭安时海盗们需下跪 红旗帮海盗一向看不起清军 让他们向昔日的手下败将下跪 很难接受 双方陷入僵局 当然 作为一个精明的谈判者 她也适当做出了让步 同意由精于计谋的梁广总督百灵提出的方案 由皇帝赐婚 准与张宝兹 郑益嫂结为合法夫妻 郑益嫂 张宝兹跪拜谢恩 同时 也算跪拜接受昭安了 在1810年4月20日 郑益嫂和张宝带着17318名海盗 226艘船 1315门大炮和2798件各类武器 在芙蓉沙附近正式向百灵投降 郑益嫂带着她个人指挥的24艘船和1433名海盗投降了 张宝被受二品官职 并被允许保留一支由20至30艘船组成的私人舰队 郑益嫂和她的船员被赦免 政府给船员分发肉 酒和钱 投降后 张宝在雷州半岛附近击败了无时二领导的蓝旗舰队 表现得更加出色 在郑益嫂的陪同下 后来被调往福建敏安 郑益嫂于1813年在那里生下了儿子张玉林 在1822年 36岁的张宝在担任负责彭湖驻军时死于彭湖附近 1824年 郑益嫂带儿子张玉林回到广东 1840年 郑益嫂住在南海时 控告政府官员武耀男贪污了张宝在1810年 交给他用于购买房产的28000两银子 当时的梁广总督林泽徐向皇帝请愿 要求驳回此案 郑益嫂在他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是澳门的赌房的老板 开创了澳门赌博业 妓院 1844年 郑益嫂去世 享年69岁 在2020年 奥地利职业攀岩者 攀岩比赛的冠军安吉拉·艾特在奥地利伊姆斯特完成了 攀登陆县成夫人的名字命名 缅怀这位传奇女海盗郑益嫂 编写此视频的感想 亦关于郑益嫂大部分资料来源来自国外记录 清朝政府记录很少 林泽徐在甲午战争一度还聘郑益嫂出谋划策 郑益嫂对清朝同洋人打交道起了一定作用 清朝政府这个男人位上的社会避免谈论和记录郑益嫂 二旦人称为是海上的吉普赛人 文化和习俗留有多少 对南海附近居民有什么影响 三中国人为什么不太喜欢提及郑益嫂 这个世界最大的海盗 最成功的海盗 郑益嫂舰队里有许多叛逃清朝的讲普通话的水兵 这点证明他对海盗管理和沿海居民是带来益处的 此中国政史常常不愿谈论几女性 妓女少数民族 五对自由向往的郑益嫂舰队 其成功远远超越了中国历代流寇的事件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点赞 人帮助于有的时候 感谢观看